過年對你來說是什麼 要包很多籠包嗎 過年就是因為我老的一歲 一夜老的一歲 哈哈哈哈 一家人是不錯的 每一年都要給自己一個想想的目標 日日都是好的 都一樣的 拼命的花蕾 大家都會好 要包很多籠包嗎 多多餓 哈哈 趁多 那一天都你也敢包 每個人抱我 沒有 就是 所以你還可以收籠包喔 爸爸媽媽 還睡覺 那你今年過年會回去嗎 不會 忙到什麼班 對他看 不能不回家 做任何事情小孩子都在看 今天做這樣小孩子也會照著做 腦海會很痛 那你覺得以前小時候過年好玩 還是現在過年比較好 沒有 差 太多了 而且大家都一直給你的順便 現在就好 跟你講不一樣 上班大家都休得不互相 都沒要聚在一起 一句話來形容過年 你一整年發生什麼事 大家說一說 我們要去形容他 那你有什麼新年希望 火鍋店可以生意上 那你要讓你幾個生意好一點 你應該要拍短移民的 你要教他拍啊 哈哈哈哈 希望可以看到這邊是滿的 哦 這邊是滿的喔 沒問題啊 那你要跟大家講裡面什麼點 大聲一點 這幾文文化店 大聲一點要怎麼樣 謝謝大家 恭喜八千 過年對你來說是什麼 我離婚二二三十年了 女兒在麻麻辣 先比我一次過年了 我車上載了滿滿的東西 要去給我女兒 就我女兒 賴的一些即時鐘的東西 電話也出去了 我氣死了 我把東西東東再去給我姐姐 在的時候很少跟她聯絡了 不過女兒滿優秀的啦 她小時候的照片 非常漂亮 現在長大像誰你知道 像日本打乒乓球那個 不會啦 你說漂亮不漂亮啦 我以前看我網路上論壇有人說啊 過年了卻不想回家 我發現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回到家面對原生家庭 不想去面對 第二 回家要包很多紅包 經濟負擔壓力很大 第三是什麼 就是你要面對一些不熟經濟和朋友 會問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結婚啊 什麼不生小孩啊 你的收入是多少 如果你是做父母的 對於你的小孩啊 多鼓勵 少得貝 因為她已經長大成人了 你要尊重她目前的生活 和學生 做小孩的我們 多聆聽 少多教 因為回到家 你爸媽就是一家之主 你要尊重他們的習慣 和想法 過年回家 總監給你們一個錦囊 四個字 和言悅色 來 喝茶 微笑 是一種力量的讓你 和身旁的人都開心 新年快樂 我想要天生的流氧 和地上的霜